华航诺夫特饭店爆出群聚感染风波 更传出饭店曾有一班与检疫旅客 混注情形 指挥中心再次说明 防疫旅馆区分规定 最好当然是全栋都是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这里设有两三栋 那其中的独立一栋也可以 但若是部分业者无法做到 将整栋都作为检疫旅馆 还有这个办法 业者要以同栋不同楼层来区分 一般旅客与居家检疫旅客 也是可以 只是就必须个别要有独立电梯 有了独立电梯 真的就能完全阻隔风险吗 第一线业者认为依旧有难处 避免群聚感染 防疫旅馆除了分流彻底 也有人建议让员工定期做筛检 但医师提出不同看法 第一个是他在防护 第二个他大概不一定有 很高的成本效益 每个月做一次 你可能抓到的只是 很久以前得到的感染 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 他什么时候得到的感染 医师建议防疫旅馆员工 在平时就得做好消毒把关 定期回报身体状况 提高警觉 才是防止饭店群聚的最佳办法 大家新闻 中族云叶宜林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